为了协助县府加强救护能量 三星企业及人士等联合捐赠四辆救护车 日前在集计举办捐赠仪式 非常感谢地轮企业的黄熙斌先生 还有补理农业企业社的黎秀宁女士 还有严松俊先生 还有黄学青及余树远女士 共同捐赠的四部的救护车 还有随车的救护器材 县府秘书长洪瑞智者表示 随着社会形态转变 科技日行月异 伴随而来的潜在危险也越来越高 这是感谢三星企业与民众热心公益捐赠救护车 县府将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说因为社会的进步 还有转型 还有科技日行月异 那其实在生活上也造成了有一些的风险存在 那所以因为天灾地变或者交通事故 或者意外的事故 那紧急医疗救护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而且因为频繁地发生这些需要紧急 救护的这个事件 所以这个紧急医疗的这个需求也逐渐的这个升高 因为洪春宁也到场参与黄一元表示 感谢社会爱心捐赠救护车 其免消防队能够善用这些设备提升救护存活率 今天是我们南投县所有的企业界 还有民间团体捐赠我们南投县消防局救护车的捐赠典礼 由我们这些企业界来抛砖雨衣 能够引起更多的善心人士来投入我们消防工作的善举 相对的我也来期免我们消防队能够善用我们这些捐赠的救护车 来提升我们的救护的出国力 及挽救宝贝的性命 主办单位表示此次共捐赠四辆救护车 将有效协助提高县内的救护量能保障民众安全 记者邱秉毅及集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